大乘经教里的佛常讲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现在是不是 是 你没有变 法信不生不灭 永恒不变 我们每个人都有 现在怎么不见 华严经上说 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争得 我们常常要问自己 为什么还要分别 为什么还要执着 为什么还要齐心动念 每一天认真地问问自己 有好处 提高自己的警觉 会有效地帮助你 大化你的分别之处 这个利益是真实的 这利益很大了 那学府没有长进 没有进步 原因没有别的 就是你放不下 分别执着 比从前 好像是淡堵了 还是不行 还有放不下的 现在在那很多 如果我们遇到了 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说得很好听 到时候 那就真正考试了 灾难现前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 你就平平安安度过了 如果寿命到了 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寿命没到 那个佛力是真的加持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自己的心跟弥陀的心 是一个心 清净心 没有任何牵挂了 在这个时候 灾难现前的时候 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你还有牵挂 你还有顾虑 那你就到六道去了 又去搞轮回了 当然最难断的 前置 真难断 再其次的 就是你的 精英财宝 你所心爱的 你跟他难分难舍 只要有一念 就回到六道去了 那念一念还得了吗 很快 就又恢复 又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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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念一念说的 十二月二十一号 我们能不能在这个 这么短的时间里头 但它意说 我們說短 趕快做完 然後萬元放下 一心念佛 像黃念祖老祭司 給我們做的保養 他最後六個月 就是告訴我們 每一天十四萬聲佛號 念六個月 完勝了 自己的事情 盡量放下 幫助眾生的事情 該做的要做